神奇大杯水,百人淘瘟疫 发布时间,2018年11月31日 1938年5月间,河湖关村瘟疫流行,传染特别迅速 表兄张仙才家已被传染 数人同病,相当危险 我前去真挚 同时诸付仙才送大杯水 仙才也信佛 平日念佛诵经 教病人早晚间服 不几日陆续痊愈 至月底,哀护传染 男女老幼无一豁免 黄和清医师赴该村陈姓人家查看疫情 即被传染而死 后该村没有亲友敢去慰问 至六月,疫情更猖獗 该村 该村为父 平乡通道 以致行人绕道而过 不敢靠近该村 其瘟疫来势之猛 可想而知 唯我自五月以来 至八九月止 除往他除外 每日均必须往该村治病 每次去 病人都还列周围 多至七八十人 人们都为我担心 而我丝毫未被传染 其原因是得到观世音菩萨 加倍之力的缘故 我平时每日早刻念佛后 不论出外与否 总是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与路途中已默念不断 此次 每父该村治病 持念菩萨圣号 尤为虔诚 所以有恃无恐 频频前往 而心中泰然不步 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 念念勿生疑 观世音净胜 与苦恼死恶 能为做医护 我因为信得深 所以有如此显著的感应 我在该村治病 历时数月 真知患者不下百诗人 无一死亡 非我一数高明 全赖观世音菩萨加倍 因我一面开方 令病人服药 一面告诉病人 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以及服大悲水 故有如此之效宴 其中更有多人 因服药无效 便停药不服 专服大悲水 而得治愈 举例来说 张善贵是仙才 唐书 幻疫最重 服药量也多 一天比一天严重 我连续真知数次 毫无效果 几乎 濒临死亡 后世已备 都以为万物生还之理 我非常怜悲 我非常怜悯他 特意 在他虔诚 持念大悲咒 一百零八遍 加持净水 令他饮福 善贵的妻子女儿 以虔诚 礼诵 观音菩萨 善贵 十日 即全域 以后 则有张庭才 敖金生之席 蓝凤辉女儿等数人 皆危险万壮 目睹善贵 不要而喻 君来我 这里 祈求大悲水 我已如法 颂咒 加持 净水令福 没有吃药 这几个人 病也好了 此数人 现君健在 可当面见证 善贵专服 大悲水病愈 开始很多人 都以为 这是偶然之事 不信者 还有一点 诽谤之言 后见多人 君有水 治愈 以前诽谤者 都变得 深信了 普门品说 众生 被困恶 无量苦逼身 观音妙致力 能救世间苦 读此 更加深信 并得到证明 民国 于偶生 1942年4月28日 补记 本文选字 观音菩萨 本记感应诵 随喜功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